第265集 叶凡选择正东的那条龙脉 想从那里深入 因为千年前张家的那位仙人 就是走的这条道路 他在心中默念青铜古关记载的那篇古经 不时在万物木齐筑成的顶内刻上几个字 这两个月来他一直如此 尽管那些字不能长久停留 很快就会消失 他还是不错的躯客 这是万物木齐的圆根 是他如今最大的仪仗 纵然虚空粉碎 他藏身在顶中都可以躲过一劫 山岭巍峨 气势雄伟 如苍龙盘卧横跟前方 高大的石岭光秃秃的 呈红褐色 没有草木 带有着点点紫色 与那紫色的大山相近 一句张五爷说 这条龙脉早就被挖空了 地下有龙道直打紫山 叶凡并没有直接动手 打穿打地 探入进去 他不想这样破坏 免得造成不好的结果 他耐心寻找 终于发现了一座骨矿 千年前 张家的那位仙人 就是从这里进去的 叶凡将十一穿上 顿时感觉密不透风 周身的气息都被封住了 无法外泄点滴 他背着星盘 握着石刀 挂上石坠子 无声地向骨矿内飘落下去 叶凡暗暗地计量深度 他心中吃惊无比 足足坠落了三千米 才达到矿井底部 漆黑的骨矿 乃是十几万年前开凿出来的 充满了岁月的气息 这里安静到了极点 叶凡轻轻地移动脚步 没有动用神力 而是一步一步地前进 细细地感应周围的一切 这里的一切 与古代大地有关 带给他以沉重的压力 从来没有这样解胜过 就这样 叶凡无声地走出去树里 骨矿内越发地黑暗了 什么东西 突然他心中一惊 前方传来震义的声响 隐约节 见到一个人形生物 震义冲来 我刚进来二夜 就遇到太古前的种族 叶凡大呼不妙 这确实是一个人形生物 高能有两米 双翼展开足有四米 从骨矿深处向着叶凡扑来 力找如刀 寒光闪闪 直取他的喉咙 同时 口中发出奇异的波动 让人耳骨嗡嗡作响 叶凡将石刀力气向他刺去 横短人形生物的前路 强的一声 那双利爪击在石刀上 发出金石之衣 火星四射 张老爷子 不是说石衣辟邪吗 怎么刚进来就招惹了莫名声我 叶凡心中疑惑 不过并不恐惧 他感觉这个人形生物不难堕一副 唰的一声 人形生物斩双翼 冲天而起 重新的汲取力量再次扑下 这一次 从口中喷出一道雪亮的光芒 如利刃一般披露 叶凡收起石刀 这个生物明显有与生俱来的术法 用石刀劈杀 必会折断 痴痴痴的 他五指七张 五道剑芒冲起 如闪电般炫目 照亮了漆黑的骨矿 人形生物口中喷出的光刃被激烈 其余四道剑芒 全部斩在其身上 血光蹦界 人形生物被洞穿 猛力煽动双翼 想要逃向骨矿深处 叶凡可不想让他逃走 口中轻齿 一股气浪冲天而上 直接将其震落了下来 他知道 这肯定不是太古前的生物 不然不可能这么弱 与传说相去甚远 叶凡上前 将其双翼展开 露出其真身 仔细观察 这个人形生物高足有两米 浑身生有灰色的瘦毛 双翅为肉翼 像一个巨大的人形蝙蝠 这是 叶凡想到了古籍中的记载 这是生活在地底的物种 名为魔符 非常稀少 几乎不可见 传说 蝙蝠成精 成为大能后 其诞下的后代 经过数十代 上百代以后 血液逐渐稀释 若不能经济 就会退化为魔符 按照古籍的记载 但凡有魔符 出没的地方 必是大凶大恶之地 叶凡心中凌然 不知是不是天性使然 古籍中有盐 这种罕见的地底生物 所欺居之地 都属于绝地的边缘 叶凡自语 这可不是什么好招头 他以为 那座紫山很有可能 留有古代大地的传承 此刻看来 似很不善 叶凡没有耽搁 继续前进 深入十几里后 他遇到了大麻烦 足足有上百头魔符 他是毫不手软 胆敢扑杀他 必以金书斩支 直至最后出现一头 长达五米 双翼展开 足有十米的巨大魔符 被他一拳打碎后 古矿中才安静下来 潜进二十几里后 一切寂静无声 古矿漆黑一片 非常的忧森 他自语道 难道进入 绝地范围内了吗 叶凡又前行了 七八里 不急不缓 慢慢推进 在洞壁上 看到不少诗课 都是古人的刀斧留下的 非常朴素的图案 记录了当年 挖园的种种 叶凡并没有觉得枯燥 而是耐心观看 起初 都是非常琐碎的事情 到后来那些课图中 多了不少尸体 那些人物 全都倒在地上 十几万年前的古人 想要留下什么 叶凡越看越惊讶 他觉得这是一个故事 到最后 这些人挖出了 奇异的东西 死的人更多了 后来 一个眉心生有 独角的生物出现 被古人 从矿脉中挖出 所有人都近乎绝灭 这个 眉心生脚的人 长有六臂 此外还有一对羽翼 匹拟天下 在画面中 他扬天咆哮 大地军力 矿井崩塌 地下岩浆喷油 叶凡倒些冷气 这难道是神圆中的生物吗 不及待的 向下幅客图看去 想看看绝世神圆中的生物 到底是何模样 会有这样的威势 接下来的那幅客图中 绝世神圆中的生物没有出现 依然是一团朦胧 虽然没有出事 但是周围却尸骨无尽 倒了无数的人 一直蔓延向远方 那块园中 到底有什么东西 叶凡不得不惊 还没有出事 就杀戮无边 根据客图显示 死的人不计其数 足有成千上万 接连几幅客图 神圆都横在那里 没有生物出事 只显示周围的尸骨越来越多 堆积成山 有很多都是修士 鲜血汇聚成了真实的河流 蜿蜒流向远方 简直如森罗地狱 而那个眉心生有独角 肩下长有六臂 背负羽翼的生物 则自始至终 都虔诚地跪在神圆旁 十几万年前 竟发生了这样惨烈的事情 到底死了多少人 按客图显示 这片大地 分明都崩碎了 如今骨矿 怎么还存在 叶凡 本是为巡员而来 但眼下却被骨矿中的客图给 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接下来的客图中 那个绝世神圆 依然非常朦胧 不见生物出事 只见人族死尸越积越多 而那个跪拜在神圆前的人形生物 始终没有出手 不断地叩首 这块神圆中的生物 在太古前 多半也是恐怖级的存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讲故事 谢谢